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获得了奖项 是《无险音乐盛典》 咪咕会年度十大金曲奖 汪苏龙独唱《海绵宝宝》 又是可可爱爱的一首歌曲 胡夏演唱《恭喜发财财》 对你们没有看错 这首歌曲不是刘德华的那首《恭喜发财》 而是胡夏自己的歌曲《恭喜发财财》 很契合这一次新村特辑的歌单 刘宇宁单曲《意气趁年少》 垂纳丽莎演唱的一首原创歌曲 暂不知歌名 大张伟和汪素龙再次合作一首歌曲 《我就不爱唱情歌》 这是大张伟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 是2014年发行的 薛志倩和戴佩妮合作了一首歌曲《爱疯了》 这是戴佩妮2005年创作的一首歌曲 这张《爱疯了》的专辑还获得了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 2005年年度十大优良专辑 胡夏和锤娜丽莎演唱《知否知否》 此外 新村专辑中有两个大家非常喜欢的男歌手 一个是张信哲 一个是周传雄 张信哲和汪素龙合唱的一首歌曲《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首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 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 胡夏和周传雄演唱的歌曲《花香》 这首歌曲是薰衣草的主题曲 这个歌曲对于80后 90后的人应该是很熟悉了 这是周传雄作曲的 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 关于新春特辑也是很好看的了 之前一直有观众说 希望可以把这些组合拆散了 重新排在一起 形成新的组合 应该也会有看点 新春特辑做到了 当然新春特辑缺失的部分就是没有周笔唱 单依纯 林子祥 吕芳 翟萧文就有遗憾 本身音乐盛典就没有周笔唱 现在新春特辑也没有周笔唱 当然没有周笔唱也可以证明 周笔唱和单依纯他们确实是太忙了 各自有各自的行程安排 新春特辑还有一个看点 有脱口秀这一趴很有意思 胡夏还讲了一段单口相声 说这一段是很好看了 胡夏和汪素龙是有两首合唱的 他们俩也是新生组歌手里面唱得最好的 人气最高的两类歌手 在新春特辑也是专门给他们展示自己的机会了 所以这一季我们的歌 最后的最后 新春特辑你们爱了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